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常看中国的传统戏剧 也就是金剧 我记得小时候 当然我也不常看 但是因为有时候电视里面会演 所以偶尔会看一看 到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在金剧里面 他们有一种传统就是 会把每一个不一样角色的人物 他的脸上会画出不一样的图案跟颜色 如果很常看这些金戏 或者是以前叫做评剧 很常看这些金剧的人 他们其实一看到脸谱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虽然有一些人像我 我不太懂得认这些人脸谱 可是我们大概也知道 其实因为根据这些人物 他不一样的个性 特色 所以他们的脸谱 基本上如果按照颜色的区分 事实上是有一个大概上的区分的 比如说 如果他的脸是红的 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耿直正直的人 如果脸是白的 那这个人是一个奸诈的小人 如果脸是黑的 比如说包青天 他的脸就是黑的 那他是一个很豪爽的人 还有蓝色的脸 蓝色的脸代表他是一个勇猛的人 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当中 那如果已经很熟悉这些精细的人 他们一看到这些脸谱 就知道谁是谁 至少会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但是问题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的脸虽然长得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的脸上面都没有涂上颜色 所以当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可能光凭他的脸 我们就能够分辨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笑脸常开 可是我们说这个人他可能是 他虽然笑脸常开 但是他的笑里面常有刀 对吗 那另外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是不苟言笑的 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是 不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些人也许他能够勇敢的承担起责任 虽然他不是一个非常得到许多人喜爱的人 但是他却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的负责任 勇敢的人 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 在这段记载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 在马太福音形成的这段历史当中 其实他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教会里面 也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 有一些人他们平常可能嘴巴里面 常常说主啊主啊 但是呢 虽然他们常常在嘴巴里面 常常提到主啊主啊 但是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 以及他们的表现 并不能够像我们所期待的 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行为 所以在马太福音 除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以外 在第七章二十一节的地方 主耶稣他就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 十一到十四节 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 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国王 要邀请人 进到他儿子的结婚的喜宴里面去 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拒绝了 所以后来国王就说 那是随便把其他人都邀请进来 但是当这些其他人都进来了以后呢 宴席要开始的时候 国王发现有一些人 他们没有穿戴整齐 没有穿着礼服 国王就只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来参加宴席 却没有穿礼服呢 于是又把这些人赶出去 当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有一个 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印象会觉得 这个国王很奇怪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每一段比喻最后 经常他会有一句话 我们要注意那一句话 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最后 耶稣说 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也就是说 后来进到教会里面 来的这些人当中 也并不见得所有的人 真的都是门上帝恩典的人 有一些人 他们虽然已经来到了教会里面 但是其实到底他们的心里面 真的是诚实悔改 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吗 这恐怕是还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要去问我们自己的 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通通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来加入到教会里面以后 我们所期待的教会 也是一个完全干净 纯洁 没有瑕疵的教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在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 其实它一直都不是这样 不只是马太福音 他所写成的那个年代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有他们那个年代的基督徒的问题 而在这两千年的历史当中 其实在这历史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好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当我们读到 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 当他们在这个十五章 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结束之后 他们约好了 要再一次的去旅行传道 并且去看看他们以前 所建立起来的教会 到现在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光景如何 可是他们想要带的一些年轻人 一起去的时候呢 巴拿巴想要带马可 可是保罗坚持不肯 为什么保罗坚持不肯带马可呢 因为他们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马可到了一半 他就绕跑了 那保罗可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保罗可能是对很多事情 非常有坚持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认为像马可这样的年轻人 绕跑的年轻人 我们就不要再带他了 可是巴拿巴的想法不一样 巴拿巴他是劝慰子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 有爱心 非常有耐性的人 他可能坚持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让马可 有一次的机会 我们再一次的带他 也许他将来会成为一个 成熟好的同工 为了这件事情 保罗跟巴拿巴闹翻了 他们后来 巴拿巴还是去带了马可 可是保罗又另外挑了一个同工 叫希拉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上 甚至在这个初代教会 他们两位 保罗跟巴拿巴 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即使在这些事情上的判断 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再举教会历史上 一个更大的事情 在祖后303年 罗马帝国的皇帝 戴克里仙 那时候他还非常严重的 在迫害教会 甚至他叫教会的这些领袖 要把圣经交出去 而且要他们来宣告 他们不再相信这个宗教 当时候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敌死不从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殉道了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教会领袖 他们果然真的就把圣经交出去 并且说他们不信这个宗教 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假的 可是上帝的 在历史上的安排很奇妙 才在经过短短十年的时间 在313年 另外一个罗马皇帝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做君士坦丁大帝 他信了基督教 他不但信了基督教 而且他宣布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 就在他宣布基督教是合法宗教之后 其实原本被戴克里仙 所压迫 而且离开教会 把圣经交出去的那些人 他们想要回到教会里面来 这时候原本那一些 坚持到底 甚至愿意殉道的这些基督徒 你想他们欢不欢迎那些人回来 他给前面那些 之前已经把圣经交出去 而且他们宣布不相信耶稣的那些人 取了一个名字 后来这个字就变成是英文的traitor 其实traitor这个在拉丁文 他本来就是把书交出去的这个意思 那后来我们在英文traitor 其实就是叛徒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把那些人称为叛徒 把那些人称为把书交出去 就是把圣经交出去的人 所以并不欢迎他们回来 可是当然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耶稣不是叫我们应该要原谅人 其实个其次吗 更何况这些人是在大逼迫的情况之下 他们软弱了 他们跌倒了 他们在那个时候宣告他们不再信耶稣 而这时候他们愿意悔改 难道我们不应该接纳这些人吗 但是在北非有另外一派的基督徒 我们后来称为多纳图派 他们说这些人 我们不应该接纳他们回来 特别是那些原本已经当了主教的人 他们又背叛基督的 他们回来以后 就算我们接受他回来 他也不应该再成为主教 而且这些多纳图派的信徒主张 如果是由那些曾经背叛的人来发圣餐 那我不要吃他的圣餐 各位弟兄姐妹 教会里面的纷争 教会里面的意见不同 甚至严重的到一个地步分裂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曾经发生过的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说天国好像人去撒种 撒在土里面 等到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把败子的种 也撒在这块土地里面 等到后来仆人发现的时候 败子跟麦子都已经长起来了 所以这仆人去问主人说 那我们要不要赶 他去问主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主人你撒的不是好种吗 那为什么现在长出来也有麦子也有败子呢 那仆人所问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建议 他这个建议是 你要不要我们去把那些败子给撒出来 也就是把那些杂草给除掉 主人的回答可能很令我们意外 主人的回答是不必 恐怕我们在撒败子的时候 连麦子也扒起来了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主人这样的回答是一个令人很不痛快的一个回答 恐怕在撒败子的时候 麦子也拔出来了 主人的回答我想对我们来讲有三成的意义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当仆人告诉主人说 田里面长出麦子 同时也长出麦子的时候 主人他很清楚的说 对 他知道 而且呢 其实这个是找在主人的意料当中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 我们想说 这个世界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应该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美善的啊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是邪恶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 甚至当我们想 在教会里面难道不应该都是被主所拣选 而且盟主的恩典愿意悔改认罪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吗 可是为什么教会里面仍然会有不和睦 甚至纷争的事情 但是主人的回答说 是 因为这里面有麦子 有麦子 而当仆人做出建议 我们要去把它薅出来的时候 主人又说 不行 因为怕我们在薅这个败子的时候会伤到麦子 在这里我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如果在读后面那一段经文 就是今天所读的第36节以后的那段经文 主耶稣他一段一段的讲解 他说在这个撒种的人就是人子 也就是主耶稣自己 而田地就是这个世界 那好的种子 也就是这些麦子 就是天国之子 是属神的 而麦子是属于那恶者的 当耶稣解释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好像少了一个角色他没讲 就是那仆人是谁呢 主人当然应该也是 就是父上帝 或是我们的神 那仆人是谁呢 在这个比喻里面没讲 我想这个我们一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知道 是当仆人去跟主人报告 田里面长了麦子也长了麦子 跟仆人去跟主人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把这些麦子给拔起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仆人他很可能就是 在教会里面一直很认真在忠心侍奉的人 因为他们是仆人 所以他们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可是主人他的回答是 不要 因为恐怕我们在拔麦子的时候 我们会把麦子也拔起来 在这里可能有两层的意义 第一层的意义是 因为这个麦子不是普通的杂草 这个麦子是长得跟麦子很像的那样的一种植物 所以有可能是当仆人想要去拔这些麦子的时候 其实仆人自己他并没有充分的能力 能够非常仔细的分辨 到底谁是麦子 谁是麦子 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判断人呢 我们启示上帝吗 我们启示耶稣基督吗 我们真的那么能够清楚的判断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吗 还有另外一层的原因 因为麦子跟麦子 它同时从这块土里面生长 而麦子它是一种特别 它的根长得是比麦子还要深 而且还要纠结的一种植物 通常杂草都是这样对吧 杂草的根长得特别快 长得特别强壮 所以当我们要去把这个杂草拔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杂草的根 其实已经跟麦子的根纠结在一起 就算仆人他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知道哪一颗是麦子 哪一颗是麦子 但是仆人他大概不可能完全的避免 当他去拔麦子的时候 一抽那个根 麦子的根 把麦子的根也一起给拉上来 我们如果把这个运用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 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有很好的连结的关系 可是等到某一些事情 我们彼此的判断不一样的时候 甚至我们严重到一个地步 对立起来的时候 我们最难过的事情是 不是处理这些事情本身 我们最为难的事情是 当我们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本身的时候 因为人牵涉在里面 也因为人牵涉在里面 那可能即使是有不同意见的 想法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深的感情 而我们要在做这些事情的处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困难 会不会在当我们想要 做任何一些处置的时候 我们可能甚至伤到了那一些 其实他其实也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 可是当我们在出 我们所认为的败子的时候 他有可能已经也伤到麦子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回顾 马太福音他的一本书的 当年成书变成是一本书的时候 这个过程 我们会发现 因为马太福音他们这个教会 其实常常面对教会里面的张力 我刚才已经举了例子 耶稣说 那些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因为他们的教会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而且因为马太福音 他所要写给看读的人 主要的读者 应该是犹太人 就是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 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但是这些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他们面对了一种难处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一直就遵守摩西的律法 等到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仍然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当他们又看见外邦的基督徒 因为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他们从小并不知道有摩西的律法 所以当他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 到底他们该不该守摩西的律法 在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当中 他们彼此有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也因为这样子 教会里面他们开始有了纷争 他们有可能认为自己是麦子 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忠心的仆人 可是呢 对方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相反 因为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所持的观点 跟他们的观点刚好是不同的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客观 是公正 是站在伸张正义的一方 甚至是为了那些受到欺负的人打抱不平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耶稣给仆人的建议是不见得 就算我们真的是 那我们也没有足够百分之百的能力 我们能够在 耗这些麦子的时候 不伤到麦子 我们用什么标准去判断人呢 我们如果用自己的判断 跟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罪恶跟罪人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判断错了 当我们主张应该把坏人 把假的基督徒 从教会的团体当中赶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可能就像主人所担心的 我们把好人 把好的忠实的基督徒也赶出去了 主人因为爱惜每一个败子 所以他不要儒仆在这个时候去薅 主人因为爱护麦子 所以他不要仆人在这个时候去薅败子 主人要仆人等候 等到收割的时候到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 收割人就是天使 要将败子薅出来 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 也要如此 所以对我们很多自己认为 自己是忠心良善的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挫折 我们会觉得很不耐 因为主人要我们等 可是不要忘记 这是主所吩咐的诫命 这也是主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所要提醒我们的 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当我们面对整个世界的 是是非非非 甚至在教会的 是是非非里面 我们可能常常会落在 两种的极端里面 一种极端是我们成为那种 认为自己很忠心 我们也确实是很认真在服事 但是我们看到教会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很希望赶快去改善这些不对 我们觉得自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是我们忘记的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 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我常常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人 因为我要去分辨 到底哪一件事情是对的 哪一件事情是错的 我自己是教伦理学的老师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几乎是一种直觉 对我来讲 几乎是我每天需要练习的事情 可是我常常忘记的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判断会错 而且我要说常常错 当我们越是虚心检讨的时候 我们就会容易知道 自己常常错 可是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那些不分辨是非对错的人 中国古时候有一段 关于佛教的一个故事 这段故事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一个老和尚 有一天他在禅房里面 他在进修在打禅 他站在后面的有一个小和尚 在那边也跟着老师傅在那边领修 突然就在很安静的时候 外面这个老师傅 他的大弟子跟二弟子两个人吵起来了 这个大弟子跟二弟子吵起来 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大弟子就很生气的 就冲进了老师的餐房里面 跟老师说师傅 刚才我们两个人在吵的事情是什么什么 而且我记得你在教我们的时候 你是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的 师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老师傅他就说 嗯你说的对 等到老师傅这样说完 这个二弟子他就很不服气 他说老师我记得你之前是这样这样这样教我们的 但是刚才大师兄说的是那样那样 你说的跟大师兄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才是对的对不对 这个老师傅又说 嗯你说的对 那因为大弟子跟二弟子 那老师都说他们说的对 那他们怒气就比较消了 两个人就出去了 等到这两个人出去了以后呢 站在后面的这个小徒弟 他本来不敢讲话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已经忍耐不下去了 他又跟师傅说 师傅刚才大师兄是说这样这样 二师兄是说那样那样 他们两个人讲的刚好是相反的 你怎么说他对 他也对呢 这时候师傅又说 嗯你说的对 可是我们在今天耶稣的比喻里面 耶稣没有要告诉我们说 事情不需要区分对错 耶稣其实他在回应里面 这个主人的回应里面 他非常清楚的承认 有拜子 有麦子 是有的 而且他也承认 这些拜子是不得神喜悦的 但是重点是 我们该谁去处理他呢 主人的回答是 不是这些自己认为是忠心的仆人 我们必须要等候时机 等候神的时机到的时候 上帝他自己 他会出手来处理这些 拜子 我想我们基督徒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困惑 我们常常要问 哪一些事情要做多少 要做到哪里 我们如果回顾 刚才我所说的 彼得 对不起 保罗跟巴拿巴的坚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后来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 有几次当他提到马可的时候 他都说 马可是他很重要的同工 是他在主里面的弟兄 所以这证明了当初巴拿巴的耐心 证明了巴拿巴他的爱心 坚持跟忍耐是对的 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 保罗曾经很公开的 直接的指出彼得的不对 彼得哪里不对呢 因为彼得原本他也接受了 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所做的决议 也就是说外邦人 其实他们成为基督徒 他们并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彼得原本是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 可以同桌吃饭的 等到后来又有一群 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基督徒 又坚持不应该跟外邦人 同桌吃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彼得他妥协了 所以他又暂时 又不跟外邦的基督徒吃饭 等到保罗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保罗公开的坚持 彼得所做的这种退让 是错误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回顾 刚才我讲的 在主后303年 戴克里仙压迫基督教之后 到了313年 君士坦丁大帝宣布 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之后 后来这些在北非的基督徒 多纳图派 他们主张不应该让那些背叛的人 再回来 可是一样是北非的一个神学家 一个教户 我们大家很熟悉他的名字 叫奥古斯丁 他就站出来讲话 他从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提出了一个看法 他说我们人眼睛所看到的教会 并不等于就是上帝眼中的真实的教会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教会 虽然它是有形的教会 但是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无形的教会 那个才是真的教会 但是因为我们人并没有办法分辨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犯罪 需要上帝怜悯 需要上帝的恩典的罪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同心 我们必须要和睦 我们也需要接受那些曾经软弱 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 甚至我们接纳他们回来 成为我们教会肢体的一部分 奥古斯丁 他所提出的这个有形的教会 跟无形的教会 给后代的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软弱 今天可能是别人软弱 不是我 但是过几天 也许软弱的人会变成是我 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盼望别人能够重新接纳我 接纳我这个曾经犯罪的人 在教会里面 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看法 许许多多的纷争 甚至到争执 但是我们知道 教会他会继续下去 他也必须继续下去 我们也知道 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在主的心里面 他已经很清楚 在门徒当中会有一个人出卖他 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发圣餐给他 很多人在想 也许主耶稣基督 我们其实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犯错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赦免 也因为这样 我们也愿意赦免别人 我们也愿意求别人的赦免 当我们在圣餐的前面的时候 是我们再一次 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好 当我们在圣餐的前面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和好 争执会过去 意见不同会过去 但是主的恩典 他要永远与我们长存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我们也知道 我们承认 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有限 甚至有一些很基本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判断不同的时候 我们以至于彼此有了很大的争执 主啊 但是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认真的分辨 我们也认真的愿意寻求主你的心意 但是恳求主你也示下和睦的灵 在我们的当中 叫我们能够彼此用宽容和平 来互相的对待 叫我们能够学主耶稣基督 你对待所有的门徒都一样 即使在我们的当中 有些人可能会背叛你 或者曾经背叛你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 照主你的心意来爱他们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再一次在你的面前 心察我们自己 有什么是不合乎你心意的 恳求你叫我们能够 在你的面前悔改认罪 我们同时也要为那些 离开你的 我们要为那些 曾经得罪你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为他们恳求 恳求主你的恩典再一次的临到他们 我们将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